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4年12月24日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修复与保护中心的考古队员 对西安郭新庄村的韩修墓壁画进行了第一次成功揭取 壁画中心的副主任杨文宗选择了画幅较小 位置便于操作的祥云图作为第一个揭取的对象 它先在壁画表面反复刷图具有可逆性的天然陶胶 再贴上宣纸和纱布 使壁画很好的贴附于琴上 当壁画表面被烫火烘烤到恰当的程度时 杨文宗就用事先准备好的特制产刀 对壁画和背后的墙体进行剥离 有一点角度就行了 整个过程进行的十分顺利 壁画被完整的揭取下来 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好 放个表面 第二天 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 开始揭取涌到两侧的壁画 这些壁画位置低矮 形状破碎 揭取难度相当大 再插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取壁画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 尤其对于比较大的壁画 考古工作者在接取时还要不停地更换位置 从不同的角度对壁画进行产取和剥离 其实壁画被揭开之后强烈的霉味会呼蔑而来 而全神贯注的考古队员却从未对此产生过抱怨 突然杨文宗感觉到腿部抽筋 他赶紧俯身缓解 但是杨文宗不敢停下来休息 因为时间异常 刚烤好的壁画表面又会马上进入暑期 把板子扔 ripe 往前踢 踢起来 把手架跟 好,搓,搓 来来来 靠吧,快,迅速靠过去 好,上 去呢 就摊进去 那好了 稍微斜一点 再斜一点 掉它来一层 两幅连续的壁画被合并到了一起 好 往下面一点吧 感觉是斜的 看来泥头片上 永道的壁画比祥云图大了许多 工作人员今天必须在墓室中处理壁画 等上完夹板后才能够抬出去 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壁画的安全 你给我吧 你给我我来这儿 你给我送过来 工作人员用事先定做好的夹板 小心地对壁画进行封装 为了减少壁画在运输过程中的震动 夹板的内侧还衬上了海绵 工作人员上夹板的力度要掌握得很好 如果上得太松会造成壁画在运输时移位 上得太紧又会使壁画受压过大的而导致破碎 细微之间都要这些年轻人仔细去体会 固定好夹板之后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壁画抬出墓室 虽然壁画背后的浮土已经被铲掉 但是当两块夹板固定住壁画之后 工作人员仍然感觉非常沉重 前面 全焦地下 全焦地下 都看着 一会儿那个 相反你把那刀给我收一下 这把也不是 在花园里面 考古工作者抬着夹板 在昏暗 狭窄 高低不平的坡道上行走 已经感觉举步违间 同时他们还要注意与涌到两边的壁画 保持一定距离 避免出现寡蹭 为了防止塌方 考古队用木方在游道里面打了许多支撑 然而此时却成了搬运壁画的最大障碍 壁画中心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常常是走走停停 有时还要互相接替 壁画终于被安全地抬了出来 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才长舒了一口气 感觉轻松了许多 都说万事开头难 有了这两次成功揭取壁画的经验后 接下去的工作就做得十分顺利了 过了2015年的元旦 杨文宗又带领着陕西历史博物馆 壁画中心的考古队员 接取了位于寒修墓 墓室西壁的四幅高视图屏风画 墓室中只剩下了南壁的朱雀图 北壁的山水图和东壁的月舞图 这三幅大型壁画 等待专家共同研究下一步的提取方案 最终专家组决定 把这三幅壁画连同背后的砖墙 一起进行整体搬迁 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于是考古队又扩大了墓室的外围 使整个墓葬充分暴露出来 以便于对壁画进行施工和调装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心的考古队员 拆除了墓室的穹顶 并对墓砖进行了编号 2015年11月4日 西安下起了小雨 墓坑中的壁画都已经被分离 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给朱雀卢的表面打石膏丰富 陕西历史博物馆负责壁画临摹的工作人员 也来到了施工现场 他们要赶在壁画被封贴之前 对画面再做一番仔细的研究 临摩小组在对寒修墓中的乐舞图进行复原性创作 希望作品完成时能够给大家展示出这幅壁画最完美的效果 乐舞图的背后 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施工队正在给壁画进行加固 唐代的砖墙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得十分脆弱 如何使壁画和古老的砖墙在搬清过程中不受到损坏 是专家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经过多次试验 专家最终选定一种新型材料为壁画加固 工人正在涂抹的并不是普通的灰浆 而是一种强度非常大的高岩性混凝土 工人先把砖缝里的土清理干净 之后用高岩性混凝土进行填充 最后还要整起磨上一遍 就可以使壁画在搬迁过程中万一失了 西安建筑科学大学的邓明科教授 是此次韩羞木壁化加固工作的所负责人 他也是这颗新型加固材料的研发者 邓明科教授研发的材料 只要在房屋外墙表面涂抹10到15毫米 就可以经得住9级以上地震的检验 而这一点正是考古专家所看重的 那么我盆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材料 看上去跟我们一般的水泥差不多 但实际上这里面 由我们科技所研发的有十多种材料混合在一阔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联合企业共同研发的专用纤维 由他们加在一阔来 经过特殊的工艺搅拌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高岩性混击土 因为它的这个砖是松散状态的 它还有砖缝你都能看到 所以我们在抹之前 先要把它后面的土清理干净了之后 把所有的砖缝松散状态的砖缝 用我们这个特殊材料高岩性混击土 把它塞进去都给它塞实 然后这个砖墙基本它就具有整体性了 保证它在运输和搬运的过程中 壁画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坏 这颗使用新型高岩性加固材料 对壁画进行整体搬迁的方案 应该是最为简便可行的 这一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 韩修木壁画搬迁工作的负责人 程旭副馆长 召集管理的领导开会 商议壁画自于中的安置方案 大概就起了 因为你韩修木就是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600多幅 上千平方里的唐代壁画 而这些壁画主要存放在 这个恒温恒湿的大库里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领导们觉得刚刚搬迁回来的壁画 由于打着包装 甚至还带着墓室里的泥土 不适合安放在壁画库 他们还需要再找一处地方 来安置即将出土的 这三幅大型壁画 紧接着杨文宗驱车赶往考古工地 检查工作进度 在红柱上 他们还需要更多地区 以至于 插马 下午咱主要就是把这个越武托子下一步要用的材料准备一下 封贴的这个BCR溶解好了吧 溶解好了 都在哪个人呢 都在实际会 咱们烘香呢 可能光一个不行了 两个在下面 因为面积大 要开始烘烤到两个同时 要不然一边烘烤 再烘烤下一部分的时候 可能这边就已经又回潮了 你看这两天不停的下雨 这雨天对这个壁画的这个施工啊 影响太大 因为石头变化非常大 杨文宗安排工作人员 做好对岳舞壁画进行封贴的准备 最近多雨天气潮湿 壁画需要尽早保护起来 我看一下 咱们往下玩 咱准备的纱布和麻布像 这个不是 你是说的壁画吗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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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下不去吧 咱们从木道下 这个太危险 从木道下去 这块实际上已经没有 就是拿木板烹饪了 对吧 所以让大家从这进的时候 一定要快速通过 注意安全 因为这个已经不稳定了 这个支撑已经打开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安全 所以一定要小心安全 慢 不是 就是这样 好下来的话 不会影响它的这个这个 这个温定性吧 不影响 我只是好 对 但是这样子 就是可以穿插的进行 就是在凝固的过程中 咱们可以去这边吧 嗯 凝固的过程中 那我先不掉 过上两代到12号 13号 那我弃掉 嗯 那么这个安装完了以后 10天时间 就是起码你安装 5天时间 嗯 10号开始 5天到15号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月五壁画和山水壁画 形成一个直角 并不利于施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专家 紧急开会讨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钢绒从洞里面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再把这个洞里面 和这个 和这个砖墙之间 就把底下整个 全部都掏成洞了 掏成洞了 掏成这样子 相当于 我们就原来这个砖墙 是放在下面的土上了 现在这个砖墙 就放在这两个钢梁上了 把整个砖墙 给它们连 连基础 和上面 一块加固了 在紫北中 然后目前我们采用的方案 就是 用这个图 逃过工地的雨 还在下 甚至达到了中雨 地面上的施工 只能停了下来 原定于石森 吊庄壁画 只得延期 这本身 你看咱们现在是 属于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一个磨耳茶 对 它流了一个茶 它本身它弄的是 磨了两遍吧 磨了两遍吧 磨两遍流茶了 流茶了所以 没有啥问题 它今天下午 其实可以让 扭一下 还有一个老乡 它有一定强度 就可以做下去 你这个焊缝是怎么焊的呢 是就是点焊的是吧 这是焊的 上边也焊 下面也焊 都焊 这都焊 你这个焊的时候 一定就是 抓一根那个土 稍微离开一点点 对 就到位了 稍微有个缝 2015年11月8日 天终于放晴了 这一天 杨文宗又来到考古工地 检查月舞壁画的情况 四五十分钟 因为这个天气 越来越冷了 再往后的话 天气对咱们壁画揭取 也非常不利 也做了一个预案 想把这个 横子顶部 拆出一个 可以说是 开个天窗出来 那么让吊壁 从天窗下去 吊的时候 从这个天窗 把壁画吊上来 在潮湿情况下 非常容易长霉 所以过来是要看些 这些 它是不是有长霉的 这种 这样子 其实要做些 除霉处理的 所以明天我 还是对画面 对局部 要进行一些清理 这个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 即便是这样子 就是它湿度一高 也会 自生霉菌 杨文宗发现 由于近期持续降雨 壁画的局部 已经发生了霉变 他决定 马上对壁画 出问题的部位 进行清洗 之后 立即封贴 实际上就是 岩形洗漱 或者有些霉菌的滋生 第二天 工作人员 就对壁画表面 进行了紧急处理 完全抬走 船手 给赵姨说 我打他 我打个伤识 不是就是害怕 我得都不是下雨吗 下雨去睡的 录唱 relax 也不行了 在地面的工作间里 考古队员王家正在配置一种 叫B72的化学溶液 为了增加壁画表面的强度 使壁画在搬迁过程中 不会因为震动而受到损坏 专家选用了这种化学溶液 为壁画进行封贴 一切准备就绪 考古队员开始对寒修墓中 画面最大的乐舞壁画进行封贴了 为了确保封贴效 他们先对壁画表面进行了烘烤 这还有点潮 你不行把这个往前压一点 稍微压一点点 你烧 嗯 好 正好笑了一点 里面再加点木炭 我不行 那东西 找我看看 一切二溶液和桃椒一样都具有可逆性 它既可以牢固地粘住贴附于壁画表面的纱布 又可以被剧除 并且不会给画面造成损伤 但是它的味道像 工作人员也只好暂时辛苦一下 看着还有烧编员呗 这哪有个效果 阳宝 那个阳宝刷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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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岳武壁画就有了一个保护层 然而对于运输,这远远是不够的 考古工作者还要在这个保护层之外打上石膏 在给壁画打石膏丰富之前 考古队员先要拆除壁画连接的一段砖墙 这一段砖墙正是2014年12月 杨文宗揭取祥云图背后的那段砖墙 厚重的糖砖之间只用松软的土进行了连接 考古队员可以轻易地取下每一块砖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砖都断掉了 考古队员开始给壁画打石膏防护层了 为了不让石膏粘到壁画上 考古队员还在壁画上附了一层塑料膜 墓室的墙体略有弧度 考古队员选用了韧度较高的麻袋片 墓室的墙体略有弧度 而石膏对壁画进行封贴 这种方法很好地起到随行的作用 由于石膏和壁画的材质基本一致 石膏丰富可以对壁画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然而石膏丰富对比起壁画背后加固使用的高原性混凝土 强度还是要差了很多 为此,他们把这个石膏防护层打得很厚 并且还加上了木蒙谷来支撑防护面 这个剪着 下面来 一开始你给我点快来 行,好 看,先弄这个,然后再弄这个 诶,对 对 对 就是,进去 比墙的 墙现在比钢架只要硬得多 不是 你知道吧 不是说是它不硬 就是 它现在出去就是 就是 就是 左右摆动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钢架的目的则是啥吧 是保护它 搬的过程中 不要一下碰到墙上了 就让它,就让它去碰一下钢架可以 可不提真的 不是 墙是散的 就是你光靠三公分的那个 沙江 吊庄的日期改到了十一月十六日 杨文宗想在壁画和钢架的空隙塞上木板 以防止壁画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轻微晃动 那么一点的那个几公分厚的这个沙江怎能限制着呢 行吧 我觉得 工人正在给墓室南侧的朱雀图和钢架 做完这项工作 十六日要吊庄的两幅壁画就全部完工了 你们知道去金河测房间来一家 好 可以 可以来一家 胡歌 偏到编码 偏到中线 朋友们要看见 这有没有这样扮假的粒手 这些草稿 雕中一固刷 走半了 还拿了 你也拉 这么大 说是 那双鸡就给他拉一个盆 这盆是烂的 还有 材料是那个装子上有一个红色的 是 这个装面 这个装面 这一天 头上全是 不怕我下来 这双鸡都成这形象了还要开 反正都见不成人了 不想 这双鸡都成这形象了 2015年11月15日的下午 所有参与壁画吊庄的工作人员 都集中到了工地开会 由于施工进展顺利 最近几天也没再下雨 吊庄方案很快就达成一致 我看了这个绝对没问题 你放心 环节很多 每一个环节有一点披露 全盘结束的 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多留了一天 多留了一天也是想反复检查一下 现在这个东西 烤谷队的工人师傅 开始给防雨大棚开天窗 这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操作 雨棚下面不仅是深达数十米的木坑 还有三幅珍贵的壁画 万一有闪失 后果不堪设想 明天如果这是要下雨的话 我去 今天一定要 在这个棚子早接的话 它需要多少时间 终于到了日暮时分 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而明天 韩羞墓中的两幅大型壁画 是否能够顺利调装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 是否你调規了 这小学生 就个大型 你们 来妻生